没听过创世纪,也好意思说你喜欢看TVB,19年前的神剧,其中的许多角色与经典台词,至今被人惊惊乐道,足见这部剧的魅力所在。 然而,当时间到了2018年,这部神剧的续集登陆央视黄金档播出时,收视率却仅为零,三级,被肥皂剧吊打,像当初创世纪被央视延迟不放时,还有不少人纷纷抗议。 可如今,当他的续集在创世纪登陆央视黄金档时,却收视惨淡,撇开收视率,在创世纪的百度搜索指数也仅排第五,远远不及热播剧如异传,以及已经大结局的延写攻略,许多人甚至表示查无此剧。 那么,这么低的收视率与讨论度,是否意味着这是一部烂剧呢?于是小编默默地开了豆瓣,从八、零的评分上来看,在创世纪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高分好剧,但从不足六千人的评分人数上来看,这个评分的可信度却得暂时打个问号,五星好评,到底是这部剧真的值得?还是送给了情怀? 从演员阵容上来看,郭静安、周博豪等人都可以堪称是TVB的老戏骨了,尤其是郭静安,言傻子时毫无为何感,言起尖角来,仅凭一个笑容,却也能令人毛骨悚然,霸气十足,从电视剧色调、配音等方面来看,虽然有不少网友吐槽该剧的幅画到和色调都过于有年代感,但总体而言, 对于喜爱港剧风的观众而言,这些还是在接受范围内的,至于对这部剧的好坏争议最大的地方,还是在于它的剧情,创世纪的经典在于它的严谨而富有逻辑的剧情。 正因如此,这部老剧才能在经过观众们的反复咀嚼中,经受住了考验,成为神剧之一。 而现在的再创世纪,却在剧情上被网友们捉出了不少Dug,比如一些给配角强行降智商的剧情,以及照搬老剧酒店风云的影子,没有经过精心打磨的剧本。 即便有了演技精致的演员做外壳,却还是逃不过TVB死中粉们的火眼晶晶。 但是说句良心话,也许正是因为创世纪的朱玉在前,我们才会对它的续集有了更为苛刻的要求,尽管在创世纪在演员选择上有了妥协,但在剧情上,相比时下的许多肥皂剧,TVB还是坚持了它一贯以来的现实风格。 剧情中有关金融行业的专业知识,以及浓浓的香港文化,虽然提高了收看该剧的门槛,却也让不少乐于学习的观众经济乐道,在创世纪究竟值几星? 相信你会有自己的答案,挑剔使人进步,但也希望大家在挑剔的同时,多给经典一些港剧的空间。 情怀两个字已经被说烂,但小编还是没法免俗。